在車上就錯過來就搶問我 那他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手滑進去摸我的胸部 然後當我電話沒有響之後 結果居然隔壁的女同學電話響了 我看他上面就是顯示NO哥 所以他同時對很多人是同時進行的 所以他有銜接不完的受害者 在我受到某個經紀人的性侵未遂之後 我以為我找到了救命稻草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演藝圈的大哥哥 結果沒想到是另外一個魔爪 他說的那一句話 那個經紀人也不看看自己的地位 我都還沒吃到你 他怎麼可以幫他先吃啊 這一聽就是一個暗示性的話語很明顯 他最後把我帶到車上之後 他還是一樣 他還是一樣對我伸出魔爪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 你都已經上車了 那摸一下會怎麼樣 然後就直接湊過來 在車上就湊過來就強溫我 所以我的頭還是撞到窗戶的地方 然後他都還跟我說 那你喜不喜歡 他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沒有經過他人的允許的情況下 之後他就載我到一個很暗很暗的公園 偶爾還會有一點點的人經過 可是幾乎沒有的那一種 那他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手滑稽去摸我的胸部 從下面喔 從下面這樣子穿上去 然後摸我的屁股 摸我的腿 完全不顧我的感受做這件事 然後最後我就跟他說我一定要走了 你不可以送我回去 之後的每一天 他還是不斷打給我 他就是那一種會 包含我等一下講到的一些受害者 他就是覺得認定 他就會開始奪命連環call 每一天 可是他奪命連環call之外 他可能不是call你 我發現我那時候在上藝能課 所以那時候才認識許捷輝老師的 然後當我電話沒有響之後 結果居然隔壁的女同學電話響了 我看他上面就是顯示NO哥 所以他同時對很多人是同時進行的 然後看誰中誰來 所以他有銜接不完的受害者 對我們來說是受害者 可能對他來說是一個玩物 或者是後來發現這些所有的受害者 都是他都專挑一個對象 就是不懂事的人 包含是大學生畢業 你剛要進演藝圈的 他所有都會找新人下手 為什麼他不去找 隨便一個線上很紅的人 因為他不敢 他知道我們不會講話 尤其是我們這種外地來上面打拚的 我們甚至沒有任何朋友 任何藝人朋友可以為我們發聲 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這已經造成了一輩子的陰影 導致我這十幾年來 我每一天從那時候進演藝圈之後 我開始每一天都要吃安眠藥 放鬆劑 住憂鬱症的藥 我才可以入睡 直到今天包含剛才 就是我每一天都必須這麼做 因為很多事情你以為那沒什麼 可是卻是別人的一輩子 天底下沒有不會被發現的罪行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收到了兩三個是直接侵入式的 包含拖到 市民大道的殘障廁所裡面 然後就直接無套鐘出 大家好我是小洪老師 然後今天我 我非常驚訝 有這麼多媒體會來現場 然後我也非常感謝大家 因為 為什麼今天會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 因為自從MeToo事件的延燒之後 所有的 加害者 不管是藝人 政治人物 或是 各種有對 女生或是男生 有做過性騷擾的事件 全部都一一 第一個跳出來就是承認了 目前只有 陳先生 就是我們知道的NONO大哥 他現在目前 還是否認的狀態 因為他 一直想不起來任何一件事情 那自從我PO文之後 就開始收到 超級超級多的 受害者 所有人的來信 那包含是 有一些是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 電視台的工作人員 甚至有 大學傳播去 傳播系 去實習的妹妹 他那時候才 可能是六十七十八歲 我不曉得 就是 大學的時候 所以我收到超級超級多的 受害者的爆料 然後還有 收到了兩三個 是直接侵入式的 包含拖到 市民大道的 殘障廁所裡面 然後就直接 無套鐘出 然後 所以對很多的 受害者心理 影響是非常大 那我今天會站在這裡的話 我是想要 除了我之外 我還想代替 很多很多人發聲 因為 可能 你們現在知道的 只有兩位 一個是 Amber 是第一個 第一個 Amber 出來之後 她還是不願意承認 她說她忘了 第二個 我出來之後 她還是不願意承認 她說她忘了 結果 陸續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訊息 私訊欄 我不相信這些沒辦法讓她想起來 那我先 講我今天的一些重點 來給大家 就是 第一個 關於我在Facebook發表的 親身經歷 全部都是屬實 就是 我個人發生過的 然後 第二個 關於很多人問說 職棒球員的經紀人 對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因為那時候很多網友提問說 為什麼要跟這男生進房間 進房間 那時候就是因為迫於權威 因為 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經紀人的人 我是獨立接案 所以當 有一個人 他說他要跟你聊工作的事 經濟的事 然後他可以給你更好的發展 所以他那時候是跟我說 我們一起坐計程車 先坐計程車 然後 當時他只說在計程車上跟我聊 他要送我到火車站 讓我回台南 因為我要坐客運 所以我就是這樣跟他上計程車 沒想到他又跟計程車轉彎 要去士林夜市 OK 好 那我說 那等一下我就要回去了 因為我會趕不上客運 那就又到士林夜市之後 他又下車 他說 他想要再跟我多聊一下 因為他心情不是很好 因為他帶著藝人 最近問題有點多 然後 所以就這樣一路上衍生到 你知道那種奇苦難下的感覺 你很想走 可是因為你都已經拖到這裡了 你就是很想知道工作的事 能不能合作 那所以最後他就說 我現在想要休息 你就陪我一個小時 然後我說 那一個小時後我就要走 因為我真的很趕時間 因為很多客運 台北客運 很多最後都是會沒有搬車的 你可能就要到隔天早上才會有車 所以就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就是進到了那個飯店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連哄帶騙 迫於權威 然後 因為他當時跟我講說 他有很多大牌的藝人 都是他帶出來的 他是大牌經紀人 這麼大牌的人 包含他當時帶的藝人 上通告 他已經來過我們現場很多次 所以我也看過他很多次 所以我不覺得他會有這種行為發生 結果沒想到也是有了 那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當時有跟很多人求救 然後包含當時我是上TVBS的製作人 他當時也詢問我說 要不要召開記者會 讓他在節目上對我們下跪 然後我拒絕了 因為我是一個北漂的小孩 然後我不想讓我的媽媽在 電視上看到我是被欺負的 包含今天這種狀況 我是不想讓我的家人知道的 因為我們家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家庭 所以我還不知道 他會面對到什麼樣的質疑 就是怎麼會把小孩帶成這樣那種感覺 然後所以 因為我怕我媽傷心 很多網友說我只是想要哄 如果我想要哄 我當時我就直接開記者會啊 我當時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然後關於第二個 陳先生及NONO 對於任何的指控沒有影響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 對他來說 這是微不足道的日常 因為他可能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有一個新的受害者 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 然後可是卻對我們這些受害者 是一輩子的因應 他覺得稀鬆平常 這很正常啊 你就是過來 你就是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上你 我就是怎麼樣 摸個胸部又不會怎樣 你幹嘛裝啊 大概是這種 可是 對我們來說 這可能會造成我們一輩子的陰影 我沒有在一起 你不是說